好 主播后面中可以看到 大半夜 几家后报有人被打到头部血流 赶紧前往现场 男子话都还没说完 说到一半 后方肇事男子就想趁机开车逃跑 人警紧急拦阻 一大群人也为在定家外 身心紧张地讨论 地面上各式血迹 斑斑出雾惊心 原来稍早12点多 刚发生一起大乱斗 在台中方便水帘路一间店 37岁的周姓男子 与23岁的徐姓男子 疑似因为占用厕所太久 两人又喝了酒 降着降着就爆发口角凶突 另外中姓男子的朋友 还开车来支援 更拿出棍棒 狠狠敲打徐姓男子的头 造成严重撕裂伤 对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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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我们朋友爬 然后我们就看到那个男的被打 被打到头部血流 啊是什么人被打之后吗 就有便宋 便宋只有一边啦 去那边 将现场相关人等全数带回 派出所离亲案情 讯后将动手之周明等二人 以涉嫌刑罚伤害罪嫌 移请地点处侦办 原本开开心心和朋友通宵狂欢 结果却因为想上厕所 爆发机的冲突 只能乖乖跟着警察进警局堂 以上是掌路消息主播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订阅